米长虫了还能吃吗? 如果大米放置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大米的保存出现问题 长虫的米能不能吃主要看大米的状况和虫子的类型 大米里面长的虫子有两种 一种是米黄色软虫 另一种是硬核的黑虫子 当大米长的是两三毫米长黄色的软体虫子 它会把好几粒米粘成一团 然后调生其中 只有剪完虫子的大米才能吃 而且淘米的时候最好把淘米水淘得比较轻 不过还是建议大米是那种几粒米粘成一团的情况太多 就不要吃了 另外一种虫子身体较轻 只要加水搅拌就会浮上水面 很容易剪干净 剪干净后就可以上锅煮饭 总之只要不是没变的大米 把虫子剪干净完全可以放心食用